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重建第二舰队威协俄罗斯北方海军通讯设施 为此俄罗斯将采取适当的回应措施 以保障北基地区的安全 早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·里查森在普吉尼亚州诺夫克海军基地 举行的司令部调整仪式上宣布 美国已重建第二舰队 目的是在北大西洋地区遏制俄罗斯 孔德拉基耶夫说 北大西洋包括集圈附近和集圈内的地带 美方建立这种舰队 对我们北方海军设施构成威胁 他强调说 每一个行动都会引起反作用 这个问题上 需要采取一定的回应措施 我无法给出具体的措施 但由于美在北极加强军力 俄罗斯北方舰队 为保障俄国安全 将在制和量方面进一步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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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